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James 今天是第一天 这个马股 这个星期的第一个交易日 不过今天马股又是红红的一片的 我相信应该挺多人 在今天就做Cut Loss 因为他们怕 特别我相信一些可能短期短线的一些吵架 因为他们就怕说 会不会这个KLCI跌破1500点 那时候他们手中的票可能被丢到更低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不奇怪 红红的一片市场 当然也是跟马来西亚疫情有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是相当严重的 我们马来西亚的ICU的病人 已经来到964个人在ICU里面 这个数字是一个新高 然后我们的活跃病例 竟然来到91272个人 也是一个新高的数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全马活跃的病人那么多 在很多医院 特别是政府医院 爆满的情形之下 真的是不奇怪 然后我看到 网上的一些人分享 也是蛮多 特别是那些比较有名的私立的医院 如果你跟他说 我怀疑我确诊的这个病毒 要住进你们的医院 那么这些有名的私人的医院 他跟你说抱歉 我们医院来治疗这些冠病的病患 已经满了 他就请你去另外其他的医院 去看还有没有胃 就是现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现实 非常的严重 然后我国今天单日确诊 是8574个人 但今天死亡人数又来到102人 还是相当多的 然后最近全球的疫情 当然是出乎大家的意料 都在升温当中 其中有几个国家 就之前还号称说 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战胜了这个COVID-19 里面就有像比如说 以色列、Australia也好 甚至是美国 你可以看到这几个国家 最近疫情都有来了一个反弹 就是单日的确诊 这个人数又开始上扬当中了 这就让很多医疗专家 他们现在开始相信说 这个COVID-19 你是不能消灭它的 因为它只会不断的变种 变得越来越强 然后也可能会对 之前你们所施打的这个疫苗 会有一个降低疫苗的医疗效果 然后严重的话 可能你还会再次的确诊 如果你碰到这个变种病毒的话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 他们开始改变态度了 他们说我们要以这个病毒供存 其中一个国家就是英国 因为我看到新闻报导 这个英国的政府 就好像要投降的样子 因为最近英国 他们也来了一个大解封 那么因为他知道 我觉得英国 他们已经有了这个经验 就是说不管你再怎么封锁也好 你也不能消灭掉这个COVID-19 那还倒不如来了一个解封 让各行各业的经济能够正常的运作 当然SOP还是要遵守 比方说口罩、社交距离、洗手 这些最基本的 然后如果你真的不小心确诊到冠病的话 才来做一个quarantine 隔离 甚至是如果重症的话 当然是要进去ICU做一个治疗 所以我觉得 英国的政府 他们已经意识到了 这个病 你就算封锁的话 其实起的效果是相当有限的 那么当然 这一点就让我想到 马来西亚的这个情况 因为毕竟 我们MCO也是挺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我在网上面子书 看到很多人也是在讽刺这个政府 之前做了那么多MCO封锁 那么病例还不是来到一个新高 尤其是今天 ICU病人也新高 活跃病例也来了一个新高 那么之前做的封锁的动作期 不是白费了吗 然后又打击到很多个hunker业的经济的状况 特别是今天也看到新闻 就是很多外国的这些工商的工会 比方说德国、日本等等 那么他们就写信公开信 就给我国的政府首相 就建议说 尽快让这些外国的工厂也好 他们的公司能够在疫情之下继续的运作当中 因为如果你命令这些外资工厂公司 叫他们shut down 完全不能够运作 他们其实会蒙受挺大的一个损失 只要在公开信 他们也是有点警告的意味 就是说 如果他们觉得情形再恶化下去的话 可能他们都考虑要撤资了 就是不要在马来西亚再投资了 所以我觉得经济方面 真的是要 我觉得政府真的是要多想一下 因为再这样封锁下去的话 各行各业也真的是 那一句老话咯 我们都不知道能够撑多久 全球方面今天单日确诊增加375,708人 今天全球死亡增加6,230人 马股今天是回调下来的 虽然是我们亚洲其他的市场 今天其实还是表现不错的 KLCI跌了7.69点 说在1512.89点 然后今天下跌的counter637个 上涨的只有222个 所以今天NCT 起了4.5% 这家公司改了一个名字 他之前的名字应该叫做 Grand Floor 这家公司 然后今天LBI 他的Warrant B 也不错啦 NICS起了13.5% 他的director Dartin Lawichin 也在市场买进LBI CAP的股票 买进了10万股 然后今天 Strax Inter Logistics 也起了7% 这家公司最近做了announcement 就是他们跟Petronas Daganan 来了一个合作 要在很多的这个港口那边提供 一个Marine Fuel Oil 这个燃油供应 这个一个新的announcement 相信也是刺激到它的股价的 那当然我本身 不停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 Ernst Topic 每个星期我会出一份这个选股的报告 上面用价值投资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那来到今天相当多的选股 回酬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Hackstar Global 也起了一个5.1% 收在1.04分 Hackstar 它最新业绩YOY进步14% 之前我选他 他的股价 before bonus issue 50.5分 也派了股息4分 这一年三个多月也是有237%的回潮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一个7年 Francon今天也起4分 收在3.135分 它YOY也进步一个35% 之前我选Francon 他的股价 before bonus issue 71.5分 也派了股息8分 加上Free Warrant B 16.5分 这两年10个多月也是有591%的回潮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一个12年 Me Tenovation今天也起了1分 收在3.484分 所以之前我选Me 他的股价 before bonus issue 1.67分 也派了股息10分 这两年一个多月也是有219%的回潮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一个7年 但还有其他选股 这边不说了 所以如果你JOY这个选股的话 那么每个星期你会收到一份选股的报告 上面用这个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就是全球很多大型的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信托基金等等 然后很多顶尖的投资家 那么多年在股票市场非常成功运用 一个投资股票的方法 有人称之为投资正道 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大师巴菲特 他本身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一度是全球的首富 所以这个基本面投资法 就是我会去研究这些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挑选出各方面相对比较强的公司 比方说它的管理层 它的未来利润的潜能 这个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 然后股息的派发会做一个考量 所以要强调 这个不是短期投资的一个做法 会建议至少Buy & Hold 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全球疫情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如果经济得以Vshake反弹 如果这些公司能够发展到更好的话 当然 其实你赚钱的机会是相当高 只要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一定 所以我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或是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 跟WhatsApp号码在下面的Discre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 PM我 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接下来跟大家潜聊 今天非常红的一家公司 因为在今天满江红的情形之下 它竟然逆势飙了那么多 然后成交量也是一个天亮 那么这家公司就是YBS International Brahat 它的Code就是YBS这家公司 今天很疯狂 竟然起了22.5% 这还不是最高的 今天YBS一度起到最高是55.5分 当然这个是它一年的新高了 它最高去到55.5分 过后当然是Profit Tanking 因为市场也不是太好 今天它就收在43.5分的价位 看回去年3月份熊市 它的股价被丢到只有9分 意味着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它的股价从9分飙到今天的43.5分 飙了一个383% 接近4倍的涨幅非常疯狂 因为这种涨幅其他公司 搞不好你要等下一个10年才有 它竟然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做到了 所以它的市值Market Cap 1.1亿的一家公司 Current Ratio 2.13倍 最新业绩5月27号 YOY是连续有进步两个季度 因为去年它是亏钱的 来到今年它就转亏为盈 YOY转亏为盈 它就赚了一个123万 当然对比去年 它今年的Revenue收入 是有所提升的 这也是为什么它得以转亏为盈 YBS它的业务 它本身是制造生产 所谓高精度的一些模具 工具这方面的一些工程 它本身也有生产工业 传感器的一些加工的部件 这是它主要的业务 我们来看5月份的业绩 4th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021 该说了YOY它的 Revenue收入是有增加 从去年1454万增加到今年1701万 它也从去年亏钱 去年LBT税前亏损 它亏了61万 来到今年 就PBT税前利润是171万赚钱 所以它说原因是YOY 他们的operating expenses 营运开销今年是比较低的 然后他们今年也做了一些cost cutting 节省成本的动作 就让当然收入也是提高 这也是关键 这就是为什么YOY它可以转亏为盈 所以它主要有两个segment 第一个就是精密工程的segment 它的revenue收入 YOY增加38.4% 从去年430万增加到今年595万 所以这个部门精密工程 它说今年是因为demand来的比较高的 这也是为什么它收入会增加 然后它另外一个部门就是精密加工 它精密加工revenue收入有小小增加一点 增加1.8% 从去年966万增加到今年983万的 so这家公司总的来说 当然我觉得短期它的股价似乎走的有点快 ok一年多飙了接近4倍 这种疯狂的涨幅 so current ratio 2.13倍 然后连续两个季度业务是有进步的 虽然它这个5月份的prospect 是写到有一点谨慎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语气 它是不是说基本上 就是整个大环境多少会比较 challenging 然后因为政府的一些 SOPMCO这些shutdown等等 多多少少 也是会影响到他们营运的 所是不是代表说它来临的业绩8月5日 或许会是一个回调的业绩呢 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毕竟是有的啦 当然不止这家公司 我觉得来临8月5日的这个财报的季节 我们可能真的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这一次封锁MCO 然后一些地方是EMCO 是真正会有一些冲击在那边的咯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的市场比较疲软 或许大家也是已经forscy了 来临的这个财报 会有相当多的这个炸弹在当中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 所老话一句啦 就是最好是闲钱做投资 在这段期间 当然你本身的财务方面 也是要 后备金肯定要有 不要把你所有要用到的钱 都丢进这个股票的市场啦 我觉得在这非常时期 尤其是塞郎 除非你知道你本身在做什么事情 不然这些比较高峰性的动作 真的是要相当的谨慎 OK 当然讲了那么多还是 那四个字就是买卖支付 OK 这四个字买卖支付是最重要的 好今天的视频分享暂时聊到这篇 因为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 有用资讯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 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人 当然也记得按订阅 打开铃铛 以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最后当然也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 这边收看 我们下期会 拜拜